我們看歷史 他說現在有兩個強度相同 波長分別是4000i跟6000i的混合光 垂直照射到一箱距 0.01公分的這個雙小貨 然後在這螢幕上這距離是100公分 他問說 下速的現象何則可在光頻上發生 A他說乾色條碗均為紫層均勻相近的條碗 我們來看 紫光的那個 明線跟明線之間的距離 我們把它算出來 這是d分之r1 d的話現在是0.01公分 r是100 他在乘以多少 4000i 4乘以10的3次方 他在乘以10的 1i是等於5-8次方 所以這樣等於多少 這樣是4乘以10的 2次方 加3次方 減8次方加2次方 所以 0.4公分 0.4公分 大概都一樣,它是0.4的話,它就應該是0.6公分 所以是0.6公分 也就是它的琴承條會怎麼樣 地零條是重疊的 紫光跟塵光重疊 然後再來的話 那個紫光它的明文跟明文之間的距離是0.4 它那個晨光,這是0.6公分 所以它不是明來明來相接 它是彩色的 就是說經過1.2公分以後 會再重疊一次 就紫光跟晨光會再重疊一次 經過1.2的時候,紫光會跟晨光重疊 所以它不是紫層紫層均勻相接 沒有 它是彩色的 這樣看B 乾色條文中有均勻相接約1.2公分 由紫層兩文而關而乘林亮條 這個對 這個跟這個最小公倍數是1.2 所以經過1.2以後 紫層兩光會再重疊 這個B是對的 C 乘光第一條亮 乘光第一條亮就在0.6的位置 在0.6的位置 第一條亮 正是紫光第二暗 第二暗文就是0.4再加0.2 第一條明文 第一條明文0.4再加一半 一半的Δy 就是0.2加0.6 0.6 這是晨光的暗文 晨光的第一文文等於紫光的第二暗文 第二暗文是半個Δy的位置 第一暗文是1.2分之1Δy的位置 現在Δy是0.4 1.2分之1Δy 所以這是對的 C是對的 這樣在D 乘光第二暗文的位置 乘光第二暗文的位置就是0.6加0.3 等於是0.9 是紫光第三暗文 紫光第三暗文就是0.4乘以多少 3 這1.2的位置 1.2的位置 中央 這兩個位置一樣 不會一樣 乘光第二暗文的位置 正是紫光第三暗文 這是錯的 第一次錯的 可以看見 而且是彩色的 所以大家應該選VC 1.2